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天空发射了一种化学制冷剂 CW7 结果制冷剂发射到空中后就引发了全球气候大变化 导致地球进入了冰河时代 大量的动植物在突兀起来的变化中几乎灭绝 甚至连人类也在这场灾难中元气大伤 幸存下来的一小缩人类登上了一列诺亚方舟号列车 这列火车是一列永远不会停止的火车 它的轨道涵盖了大半个地球 火车上等级森严就如同一个社区一般 火车的统治者是一个名叫威尔福德的老头 据说这列火车就是老头年轻的时候设计开发的 它一直居住在火车的车头位置 车头后面的车厢则居住着一群有钱人 他们是火车上唯一买过车票的人 在往后的车厢中建设有农场循环水系统 以及一套完善的垃圾处理系统 在火车最后几节车厢中居住着很多难民 这群人是灾难发生时偷偷跑上火车的 因为没有车票 这群人没法享受火车上的福利和待遇 他们每天只能靠着一些黑色的蛋白块苟延残喘 虽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平民们也进行过抵抗 但每次反抗都与士兵的镇压而失败 我们男主科蒂斯就是出生在平民窟中的一人 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带着大家冲到火车头 推翻威尔的统治 建立一套公平的制度 当然男主并非只是一个直至蛮感的热血青年 在火车的中间部位有一个他们的线人 每隔一段时间线人就会利用蛋白块给他们传递信息 却听众人在蛋白块中发现了线人的情报 线人告诉男主他们如果想要成功起义 那么他们必须要去解救一个名叫胡子哥的男人 话说这个胡子哥是火车的安全技术员 他可以打开火车上所有的门 只要找到这个男人 他们的起义一定可以成功 得到新的情报后 平民们纷纷聚拢到了意境 他们打算近期又策划一起反抗活动 但在大家正商量计策时 一个身穿黄色衣服的女人 突然来到了他们的车厢 接着带走了两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 没有人知道孩子会被送到哪里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 女人都会来一次 每次都会带走两个孩子 而被带走的孩子们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女人的举动惹怒了孩子的父亲 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向女人丢出了一只鞋子 当场就把女人的额头砸出了血 很快男人的举动也为他招来了麻烦 几个警卫控制并脱光了他的衣服 最后警卫们将他的手塞到了火车的外面 在室外的低温下 男人的手臂很快就变成了冰块 接着一个身穿皮大衣的女人 黑心姐也来到了尾箱 她站在门口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她举着鞋子嚣张的对着平民的说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她劝劲大家不要越界 因为这里的规矩是他们无法改变的 演讲结束后 她还命令守卫用大锤砸碎了男人的手臂 处罚完毕后 黑心姐就得意的带着手下离开了 不过这次警卫们的处罚 也让男主他们看到了契机 经过十几年的消耗和几次暴动 所以她也打算趁机再发动一次洗衣 但男主也只是猜测 她也不敢确定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男主以身试法 她偷袭了一个警卫 趁机扣下了扳机 果然和她猜测的一样 枪里并没有射出子弹 看到这样的结果 周围的平民们瞬间激动起来 大家立刻拉出了准备好的汽油桶 将汽油桶连成床上的管道 挡住铁门后 大家便开始推着汽油桶前行 很快一闲就来到专门关押罪犯的监狱舱 大家也很快找到了胡子哥 还有她的女儿宝儿姐 经过一番卸商 最终男主一扇门两颗大力丸的价格 丑公说通了胡子哥帮他们开门 让牛顿师宝儿姐天生五官礼女 她居然可以预知门后面的情况 就这样在胡子哥的帮助下 反抗军势如破竹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生产蛋白块的车厢 但当男主看见生产蛋白块的原材料 见是蟑螂时 忍不住的他瞬间就吐了出来 不过就在此时 他却突然在蛋白块中发现了一个胶囊 这个胶囊就是线人用来传递情报的工具 打开胶囊后 男主看到纸上写着水源两个字 前任总统吉姆很快就明白了线人的意思 线人是想告诉他们控制水源车厢 只有控制了这里 他们才有和车头谈判的资格 不过就在一些人准备前往水源车厢时 他们却突然遇到了大量的士兵 这些士兵配备了大量的钢刀和铁管 很快两拳在车厢内爆发了三机内的搏动 在冷兵器的搏异下 车厢也很快被鲜血覆盖 到处都是被砍下来的肢体 随着战斗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 反抗军的劣势也开始显现 危机时刻男主趁着火车过隧道的机会 男主突然摸上去 趁乱劫持了黑心姐 害怕男主伤害自己的黑心姐 立刻让士兵们停止了战斗 当大家都停战后 男主赶紧让众人控制了士兵们 接着他就开始逼完黑心姐水源的控制开关 在询问后他才得知 火车的水源来自车头融化的冰雪 如果他们关闭了水源 那么倒霉的就是末节车厢的平民 水流将无法再流到末节车厢 得知了真相后 男主就放弃了控制水源的想法 在刚才的战斗中 专方都投入了全部的兵力 男主预计前面的车厢应该没有什么武装力量了 于是他就将大部分反抗军留在了这里 他则带着几个心腹和黑心姐向车头靠了过去 很快一闲就来到了火车上的生态车厢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温室里的水果 蔬菜水族管以及大量的肉制品屠宰车厢 从未到过前方车厢的男主 他们很快就被眼前的食物迷住了 同时一闲也更加气愤威尔的小气 这么多的食物 前排车厢的人居然连一点都不愿意分给他们 穿过生态车厢后 一闲来到了军属车厢 第一节车厢是一个幼儿园 在老师的带领下 一闲还参观了著名的七人叛乱冰雕 话说这七个人15年前曾试图停下火车 但最终叛乱还是以失败告终 无度咳嗽的七人跳下了火车 最终被活生生冻死在了雪山上 而15年前叛乱的领头人 这是胡子哥的老婆 就在几人观看冰雕的时候 七年的钟声响了起来 一个光头老特这一车鸡蛋开始分发七年礼物 但是他们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鸡蛋 但让他意外的是 他却在鸡蛋中发现了现眼的胶囊 他立刻打开了胶囊 结果却发现上面写着鲜血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男主立刻回过头来 但此时那个老师已经从篮子里掏出了冲锋枪 打好男主手下的平铜哥反应快 他丢出了一把匕首直接刺死了老师 几个人才没有被冲锋枪击毙 不过留在后面车厢等待男主的反抗军就倒霉了 光头老在分发鸡蛋的时候掏出了机关枪 没反应过来的起义军瞬机就倒了一大片 但男主从监控里看到画面时 起义军已经被光头老他们消灭干净了 看着死去的同胞气氛的男主立刻击毙了黑心姐 但到黑心姐后男主又带大家快速朝车头走去 很快一行就来到了头等车厢 来到这里后男主才发现了头等车厢的奢华 这里不仅有下午茶餐厅 甚至还有三拿房和酒店等休闲设施 乘客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惬意的聊着天 现年轻的乘客还在酒吧吸血毒品喝着酒 这一幕幕深深的刺激着男主的心脏 而最爱此时后面的士兵突然追了上来 双方又在三拿房里爆发了激烈昌战 最终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 追上来的士兵成功让男主他们干掉 不过男主这边也损失踩重 只出下了胡子哥 宝儿姐和男主三人 很快三个人就来到了最前面的车头位置 但之外此时胡子哥却不打算给他打开最后一道门 原来在多年的观察中胡子哥发现 地球的气温其实真的慢慢的温暖 现在的气温已经可以让人类重新回到地表了 那他收集的那些毒品其实是一种烈性炸药 附近他已经收集到了足够多的炸药 只要炸开铁门他就可以带着宝儿姐离开这里 听完胡子哥的解释后 男主也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胡子哥 原来十七年前灾难发生时 几万人挤在末节车厢 却以少时的平民们开始相互残杀 男主就是其中的暴徒之一 所以大家绝望只是一个叫吉姆的男人站了出来 他举起砍刀砍下了自己的手和脚分给了大家 吉姆的举动震撼到了所有人 大家这才和睦下来 男主也从暴徒变成了吉姆的追随者 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找到威尔 让他为他的冷血浮出等同的代价 听完男主的目的后 胡子哥也开始犹豫起来 但就在此时车头大门却缓缓开启 那个黄衣服的女人举着枪走了出来 在他的带领下男主被邀请进了车头 在这里他见到了暮年的威尔 就在男主准备质问这些年 威尔的所作所为时 威尔却抢先打断了男主 接着他就开始给男主解释起了他想知道的一切 原来列车虽然可以让大家躲避严寒 但车上的一切资源其实都是有限的 列车的资源决定了列车的人口 一旦人口过多 资源就会被消耗 为了可以循环利用保证人类文明的延续 列车上的资源都需要严格配置 但男主他们其实一直谋划的起义 其实也是威尔控制人口的办法 十几年中的三次大规模起义 其实就是吉姆和威尔相互策划的 接着威尔还拿出了一颗胶囊 这颗胶囊就是线人给他们提供情报的证明 此时男主才醒悟过来 原来这就是真相 得知了一切后的男主心态崩溃 他开始嚎得大哭 接着威尔又告诉男主 因为自己时日无多 他希望男主可以顶替他 带着列车和人类继续前行 但就在这时宝儿姐突然跑了进来 他打开了列车地板 在地板之下一个孩子正在工作 而这个孩子正是黄鱼女人从末节车厢带来的 看着男主的疑惑 威尔也没有回绝 他告诉男主 用动机虽然可以永久的运行下去 但他的零件却需要不停的更换 这十几年来替换的零件已经用完 他只能用一些孩子来替代零件 胆固的现实让男主瞬间找到了目标 连续这样的文明其实就是一种罪恶 欺负了他一拳将威尔打倒在地 接着他打开了地板将孩子拽了出来 而这边宝儿姐已经点燃了炸药 安卓胡子哥为了保护宝儿姐和孩子组成了一道人墙 为两人抵挡了爆炸带的冲击波 很快这样就将铁门炸开 车坑下了轨道 列车也因此停止了运动 幸存下来的宝儿姐带着孩子离开了火车 而就在此时一头北极熊突然出现在远处 也显然地球的生命并没有灭绝 宝儿姐的眼中也冒出了希望的隐身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其实很多人看完电影第一反应就是 男主是个好人 但其实我们可能都误解了导演的意思 电影中的角色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善与恶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延续人类文明 只不过双方的手段都太过极端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手段不极端一些 让每个诺儿的种族也无法永续的生存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好了就这样 我是不够三十万粉 进去不在那里的傲娇花姐 如果大家喜欢花姐姐说 可以点赞评论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Goodbye